这盘棋将解是水烟骑军2023年的王天一直播间 这是金月队长王天一盘棋 开局是使者炮对右中炮 红方跳马以后黑方跳马 红方常见招法上正马 本局红方上编马 黑方是上马 红方出局 黑方出局 那么红方就过河局 黑方可以上编马 他为什么要上正马 主要是右敌 那黑方他出局 假装不支 然后呢 居压过来 红方这边也就杀 这边的话是一个反套路 这如果你吃马 他打掉马 空头炮 当然这个其实红方飞向 我们所说的反套路 记中有记 红方给黑方也来个反套路 经典 你打 那我一平 将来这个三兵过去 其实你受不了 黑方他进足制马 红方就挺平要过去 对黑方来讲 需要做的就是掌鞠 然后平鞠把鞠对掉 一旦把鞠换在这个马上来 黑方必将占优 那么黑方他上这个马 红方就退鞠回来守住 对方暂时不能切入 这个兵还要冲过去 到这的话 黑方决定足五金一猛攻 红方则是冰三金一冲过去 黑方踩掉一个之后 准备找机会足五金一 你一吃我一踩 你吃鞠我就踩炮 双将杀你啊 想骗红方鞠吃 红方这个骑先拱过去啊 你冲足他不管你 你再冲吃掉你完事了 他现在主要的目的是吃马 所以回方必须得逃马 红方此刻只需要平兵 就可以驱赶对方 然后呢 虽然吃不到马 但是可以抓炮 对方如果拆了中炮就没骑 正常需要进一步 冲兵如果不左势 平鞠吃炮盯着相 对方不舒服 如果不右势的话 这边有一个推炮打门弓呀 一眼很凶 打之前先抓炮 然后这个骑啊 随时一退 到这儿对方就不好下了 那这个骑 这边有可能啊 他要走就是上吧 那么这儿的话 这个骑啊 有一个平炮 打局很重要 你一吃人一打 现在你局在逃的话 直接把底相一杀呀 这边又可以呢 杀石一将绞杀 还可以抽子 对方如果出的话 直接砍中炽啊 下一步聚三品四 即可绝杀 最后放这个小兵 杀过去啊 就可以呢 斩杀敌将啊 就像当年的庞德啊 对上关羽一样 就可以立功了 但是主帅是于晋呀 他不能做事 这小子抢偷攻呀 不行不行 赶快民营收兵啊 接下来他自己要出征 结果他也出征之后呀 被人家水烟齐军啊 这儿的话 看着吃马也退回了 红方到这里咄咄逼人 黄天一到这儿啊 反套路又来了 祖武新一 这个起经典呀 你一吃他一踩 将他还踩着炮啊 他这里就强行吃个马 那黑方这小族一冲啊 再冲下来将军不得了呀 红方到这儿如果不是的话 但是人家强行破相 也是受不了的 这边你可以打将 人家可以炮反打将 你一向他一对居你一踩 他马上进居吃马吃炮啊 定能追回狮子 而且不相破 这边的话 居马破围成呀 受不了 所以黑方会占优啊 红方索性呀 就气马 对方上马一蹬 要追回狮子 那红方也就平开 你看着吃吧 黑方先用居吃马 准备呢 居武金呀 杀相啊 再吃炮 这个犀利啊 那么这儿还抽着居 红方赶紧捕士 避免抽居 接下来黑方 他选择的招法 是用马踩掉炮 到这儿 红方因为踩着居啊 不吃也不行 吃完他跟过来 本来红方吃了一匹马 但是黑方啊 他反吃回一个子之后呀 又吃一个子 连吃两子 这个棋啊 确实是厉害 到这儿算度深远呀 先气后去了 那这个棋 红方呀 担心这个马再被打掉啊 中路一突破就完了 他只好退 但是黑方不依不饶呀 点局继续追杀 但是杀的余劲啊 确实是没办法 他选择招法是 把相给砍 砍这个没用呀 这个一吃之后呀 他也没办法啊 等着输起吃 就看最后怎么入局吧 那么现在他是后续贫六啊 想偷袭一下 王天忆呢 赶快补个事呀 到这儿因为没有仔细配合 也是比较尴尬 他进局看住 还想三军闹事 但是这个兵还差几步骑啊 黑方还吊着他 你根本没有机会的 接下来他这个棋啊 走的是就平一 先抢你个兵啊 底线杀 那红方正常如果出的话 底线一将把十一破 也是危险 他决定就把这个兵保住 这儿的话呢 你不出也是一个道理 将军的话一下底炮呀 有一个炮年单杀 红方到这儿啊 确实是一条好汉呀 那关键时候呀 他知道这个军一走啊 前来抽还是吃掉了 跑不了 索性就气了啊 气完之后他出帅 还是要靠最后啊 这个居兵想偷袭对方啊 到这儿的话确实顽强 王天忆也是没给他任何机会啊 这不是给打了 到这儿将军就上 瞬间把忠实给砍了 走到这里啊 对方实在是没办法就认了 因为你在上的话 还露月了 退居也是啥啊 所以说这两个气解不了啊 那么对方确实顽强 非要战至最后一兵一卒 至死防休 那么最终的话 王天忆呀 由当年的观云长 水烟的气军 微震滑下 深情的余境